這些奶製品到底是如何製作的 家裡養不起一頭牛沒有關係 因為你可以親自到牧場來體驗喝新鮮牛奶奶的樂趣 誰說不能為了一杯牛奶養一群牛呢 在苗栗就有一家自產自消的牧場 將落農產業結合觀光旅遊 現在成了苗栗最夯的旅遊景點 也讓沒有機會和動物互動的大小朋友 可以體驗動物農莊的生活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擠牛奶了 牛媽媽的內內非常的脆弱 我們要小心的擠壓 果然牛奶出來了 這裡還有一種特別的鱸山乳牛 外觀像黃牛但是體態略微嬌小 眼睫毛特別的長 也是全世界乳脂率最高的乳牛品種 來這裡也可以親自餵這些小鱸山乳牛和妹妹喔 牧場裡有特別的八倍多黑度羊 還有喜歡溜滑梯的黑山羊 看了讓我也好想來順手牽羊喔 欸 醫美可不是尬開你那大小 是要牽著小綿羊逛大街啦 想要和小動物有更多的互動 每天牧場還有鴨子大遊行 不只能看到可愛的鴨子晃頭晃腦 勇腰搖屁屁 還可以為牠們吃飼料享受被鴨群包圍的感覺 在牧場裡面還可以體驗養鴨人家的樂趣 這裡這麼多的鴨寶寶通通的都會搶著吃飼料喔 哇 鴨子大進攻被捉到手好癢喔 還有這個毛茸茸的小小鴨 讓人看了大呼可愛 牧場裡的動物應有盡有 在這裡還可以體驗用牛奶DIY的樂趣 喔喔 喔 好 來 努力攪拌 不到15分鐘 我們的冰淇淋就打工告成了 哇 自己做的冰淇淋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做冰淇淋累不累 不會 不會 很好玩 看我和小妹妹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自己動手做 不但食材比較放心 也超級有成就感呢 牧場也有餅乾以及紅豆酥DIY 看看我的手藝 我簡直就是下一個吳寶春師傅呢 不管是可愛的 小木屋 偶像劇拍攝場景 還是放牛的大草原 來苗裡不要忘了造訪這個動物天堂 讓你和每天離不開的牛奶 增進更深厚的感情